那今天就主要练反手这块吧 反手的长的跟反手的短 还有半出台 先从长的开始 首先你的站位呢一定要合理 就是说你发完球以后 你不能说我发给你的时候 你是这个站位 像你发完球以后 如果你不是站在那里 那你练习的时候也要往前站 要不然的话 你平时练的时候在这里 等你一发球 你的位置变了以后 整个就不一样了 跟你练习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大概试一下 你发完球以后站在什么位置 试一个 ok 再往前 对 就这个位置 比你前面准备的稍微近一点点 哦 还有近吗 没有 比你就是 你刚开始上来 你是退的比较圆 大概在这里 反正你发完球以后 你是在这里 对对对 就是说 站的时候稍微往前一点就好 ok 要放松一样的 这个 拉下弦等于说每一个球 你肯定是都有发力的 那你发力完一定要定在这里 不要发力完之后是松的 刷完板以后 它是停住的 不要松出去了 这一下 这样一松往上 或者转啊 就是会变形动的 对 也是一样稍微加力的时候 加左边蹬起来的力 对 拉起来 提起来 整个后脚都提起来 但是 右脚要保住 要不然你右脚带走 右脚要带走 右脚要带走 从那边就往右边 右脚要踩 灯出去 对 然后右脚往前一点 不要这样站着 就没有办法 这边 对 对 然后 这边平行 稍微再平行 对 稍微平行一点 对 稍微平行一点 好 往上蹬 往上 手往前 手往前 身体往上 可以 再来 往上蹬 不要再往后退了 再来 可以 再来 好 腿蹬的没起来 蹬起来 对 再来 你用上的时候 你会明显感觉到 球落胎以后 有一个加速 好 再来 摩擦 对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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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非常好 好 OK 好 长的 长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搬出台 那种搬出台呢 就是你要 就是那种 你看呢 球超过了半台 它的落台点 超过了半台 它就一定是会出来的 这种时候 你不要把它当短的去接 如果你当短的去接 你很容易下往 或者是 你就顶到屎上这样 这种时候 你就让它跳出来 跳到这里以后 去拉 但是这个拉呢 就是不要抢 然后多 反手 因为 你不可能说拿起来 能够往前冲 所以你等它跳出来的时候 这边会挡住你 你就多往上 走一点 然后把球 下转带起来就可以 放松放松 不要着急 就让它掉一点 太晚了 太晚了 你人要前面来一点 人前面来一点 一般拉半出台的情况就是 你以为是短的 然后它出半出台 你下来 所以你人应该是离球台比较近的 不应该是说我是准备强的 然后它短了我上去 这个是肯定不会的 还有站位啊不要太斜了 就尽量稍微平一点 对 左手蹬起来 好 左手蹬起来 所以很好 对手用不上劲的时候 一定是身体的力量 加上 不要转哦 这一下不要去拧那个球 起 往上 提起来 快来 好 对了 很好 好 小心要小心手哦 再来 再来 转 摩擦 往上提 脚往上提 太晚了一点 稍微早一点点 对 早一点点往上蹬 好 好 再来 对了 很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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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一个 有有 帅帅 爪 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